凯威勒在佩恩手里救下明媛 居然怒开八门顿角 硬是改变了结局 明媛在佩恩的手下完败 然而此时 凯带着小李高调出现 霸风崩坏的佩恩不屑地看向了两人 三人就这么六目相对 气氛异常尴尬 随着小李和凯的卷轴落下 他们所处的悬崖直接崩下 杨沙走时间 佩恩以原地跳起 顿时岩石全部化为实块 两人因失去脏落点而坠下了地面 烟雾散去 凯和小李纷纷开启了锦门 强大的绿色蒸汽 看待了佩恩 凯只带着威压的一脚 就将佩恩踢飞了几百米 她缓缓睁开双眼 迎来的却是师徒两人的一顿暴打 就算你画风在我之上又如何 照样打你 佩恩腾空而起 释放了水盾大坝谁修 凯不甘示弱 直接开启金门 黑色的咒呼 直接破水而行 佩恩只好万象天鹰抵挡 光芒消散 历劫的佩恩释放了终极大招 还真是居然开启了死门 只见从龙口处吐出的冲击波 就将佩恩的地暴天星完全瓦解 犹如烟花般绽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